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汤 国共岛屿争夺战系列 受到许多观众朋友们的关注 大大小小这些为数不少的战役里 老汤是不是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 就是第一手拿到的资讯呢 我们前面讲的岛屿争夺战 其实主要该讲的都有讲的 那我们自己想要讲的是 1952年的南日岛突击战 这场围起三天的战斗 一共带回了800多名的共军俘虏 除了验证一年准备 两年访攻三年扫弹 五年成功的整军成效 最重要的是这场突击战 它的政治性意味非常的浓厚 标标准准的 就是战争是政治的延伸 因为它的出兵是选在 孙十节国庆的当天 在进行登陆的时候 风高烂极访共救国军 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海上游击队 他们喊着领袖万岁的这种口号 很有以前日军万岁冲锋的气魄 先前有机会访问副伟志副将军 他是辽宁锦西人 参加过锦州战役 他打南日岛的时候 他是67军第七十五师 他说这场战役打得非常的漂亮 金门啊 突击南日岛啊 你听说这个吧 南日岛我当排长啊 这个南日岛我们打胜仗 我们的训练啊 到了顶点 当时我们要求的标准 手榴弹50公尺几个 每一个单位啊 都有训练这个特别操作 70公尺以上 我当排长打大车轮打80个 我全赢排长到处第一名 这个部队训练到这种程度 所以上战场百战百胜 到最后跟那个俘罗聊天 我说你们怎么搞的 你们那个装备不比我们差呀 他说哎呀你们太厉害了 他说手伸出来 手打一个洞 头伸出来 头打一个洞 他说根本我们跟你们一起接触 没办法 非头将不合 在我的当兵生涯里面 我在部校待了半年 那这不是自吹自擂 一般丢30公尺 我们就是60分 可是我呢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丢到 50公尺以上满百 但是如果丢70公尺 这其实除了力量之外 因为我们丢就会知道说 其实技巧性是非常重要 有一位7050 225团的王宗王伯伯 他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也说 他在南日岛 因为他是民事官 所以他在南日岛就地登记了40多名的葫芦 但是葫芦将我们的部队太厉害了 那个葫芦跟我们讲 它是你们全华队 收入单 你得过20公尺的人就不错了 那有些的士兵 我们在金门天天学年都说了 有个算14公尺 那很平衡 这两位前辈说的内容 其实都差不多 都一样 那这样说服力气就非常高了 是 我们知道因为周三撤退 对国军世袭是一大打击 为了避免大家从此认为说回不去了 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喊出 一年准备两年返工 这些口号 1950年5月21日的报纸 甚至于用全版来勘战 到了5月24日 又报导国防部政治作战部 统一标语口号 它的第一条是 拥护蒋总统 第11条也是最后一条 口号是 蒋总统万岁 这一位指着 那个时候正在努力的加强 对军队的思想掌控 开始进行一体化 所以经过了一年的教化 登陆部队会喊 领袖万岁 其实是应该很有可能 也很自然的事 像这场战役的时机点 是选在双十开打 所以这时间点就非常耐人寻味 没有错 这次动员的部队是八千多人 还不包括海空军 那其中呢 有六千名是正规军 以打过登部岛的六十七军 七十五师为主 另外两千人是防空救国军 那当然其他的海空军 那个就是属于比较支援性质 那根据柯远分 在暴风雨这本书里面的说法 一九五二年的六七月间 福连他奉造为台湾宿子 那他在返回金门的时候呢 柯远分刚好也在台湾休假 于是福连就邀他一起搭飞机回到金门 七月十六日那一天呢 在专机上面只有他们两个人 福连说 上面有意思要选定两个岛屿 来实施突击作战 那同时呢 福连跟他讲说 那你就朝你南日岛的突击计划 另外还有东山岛的突击计划 他交给那个时候是 金方部的副司令官 完颜 严厉的严 完颜来负责 柯远分说 福连讲得非常的简单 并没有任何的具体时间 兵力等等 都没有限制 除了突击事件之外 一切都是他要必须自己去摸索 所以他订定计划的时候 多次搭乘渔船到南日岛的外海去观察 一直到了十月初 福连告诉他 高峰呢 高层已经决定在孙十节 还有也就是国民党七权代表大会开幕 同时要进行南日岛突击 所以这个作战代号呢 定名为庆祝国庆计划 唯一的要求就是 只许胜不准拜 所以这场战役原来是跟国民党的这个七权代表大会是有关系的 是国民党七权代表大会他闭幕典礼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对外公开 那蒋介石呢在区前代表大会呢 他也公开检讨过去在大陆的军事失败 但是呢显然就是因为南日岛突击作战 因为已经成功了 所以给他的一些底气 所以媒体是在十月十六日才正式的公布 南日岛的突击作战好带回了八百多名的共服 所以那个时候报纸的标题是 我明海游击建儿 突击南日岛骤捷 可是老谈一开始有提到哦 就是出动了陆军六千人 是 那游击队呢是两千人 可是为什么这边只提到游击队 因为这是为了宣传需要 我们想想看 如果游击队 它都可以造成这样子大的战果 那你可以想到 如果出动的正规军 那他的收获是如何之大 那个时候还有的宣传是讲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 那个时候出了一本南日岛的小册子 他说这一次突击南日岛 参加的共军呢 是所谓的铁军 最精锐的部队 可是在游击队的面前呢 却不堪一击 所以这种暗示性更强 所以我们在看那个时候的报纸呢 从十月十六日 第一次出现突击南日岛 带回了800名的共辅之外 之后的所有的报道呢 也都几乎都只有提游击队 正规军第67军第75军 在媒体几乎都看不到 所以这样子 我们从后来回头去看 就会变成说 这个宣传的意味非常浓厚 没有错 另外呢我们也要说明一下 这里的游击队呢 其实是反攻救国军 因为在周三撤退之后呢 部分的游击队呢 撤到了台湾 那也有部分南撤到大成岛 马祖甚至于到了金门岛 福典呢 那个时候他也兼游击队的司令 那这些游击部队呢 主要是美元 所以这场南日岛突击作战 除了有台湾内部 必须要为政治服务之外 那也有美国西方公司的因素 因为你要出人 才能够换取武器 换取援助 所以呢强调 这个是游击队立下的战功 多多少少也是有 像美国西方公司要价的这种味道 柯远芬在他的《暴风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韩战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 联军统帅麦克阿瑟 他认为说联军应该趁此机会 渡过鸭绿江 直到东北 并且援助国军防攻大陆 可是呢美国的执政单局因为有顾力 所以麦克阿瑟因此去止 可是呢美国还在为这个战略 在做争辩的时候 我们的高峰呢 为了要显示 国军他的战力 也就是我们自己有独立可以防攻的能力 只要美国给予适度的海空 还有后勤的资源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特别选定这些沿海岛屿 实施突击战 这也是当时南日岛突击战的一个由来 所以这样子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呢整个基调就是为了要宣传国军 一年准备已经达标了 已经通过验证了 而且可以以早甚多 比如说像这次的南日岛突击战 那个时候的报纸还有宣传册子 都特别的强调就是 这些游击队可以做到以一单十 国军一年作战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达成 那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真的是像宣传上面讲的南日岛作战打得这么好 整个呢实际作战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呢 突击南日岛作战是由金门防卫部司令 福联他来负责 那那个时候参战的地面部队呢 分为东陆军还有西陆军 西陆军呢主要是由第七十五师的第二二五团 另外还有就是打过登部岛的第二二四团 这个师展的是湾关瑶 西陆军另外还有福建游击总队的第一突击大队 那个大队长是詹乃安 那东陆军呢主要是福建游击总部南海支队 人数大概是两千人 司令是完胜船 这些正规军还有游击部队 是在十月十日十点三十分 还有到晚上七点 先后从金门廖罗湾等地开始发函 因为受到风难的影响 西陆军一直到了十一日的清晨六点三十分 才进入到了预定的泊地 可是已经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 受到这个气候啊海上影响啊算是延误军机了 那他们该怎么办 所以原来是要起洗 现在因为天色已亮 所以只好变成是强袭登陆战 七点三十分呢在海军的箭炮的掩护下 先前部队就是第一突击大队 他们开始强行登陆抢他 之后呢才是正规部队开始登陆 至于像东陆军呢 也就是王胜船他们的部队 登陆的时间是在清晨六点三十分 比较早 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看起来 其实天色都亮了 所以岛上的守军势必是会看得到他们 对因为岛上的驻守的部队不是很多 所以还算蛮顺利的 那个时候呢 华野在南日岛的部队 是第83师的一个步兵点 大概是三百多人 另外还有水兵师第八十五师呢 大概是一百人 另外还有就是专备不佳的民兵 有四五百人 总计大概就是一千人左右 不过呢登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像七十五师二五团的王中王伯伯讲 他记得那天他们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师长汪官瑶呢才把地图拿出来 告诉各团各营到时候的登陆地点 那他不是抢他们部队 所以他们搭的登陆艇是到了博地以后 他们又改搭炮艇 因为炮艇呢 它的底部是尖的 没办法靠岸 所以他和队友呢 他们都背了二三十公斤的这种装备 壁子气就跳下去 从水底走了十几步的路 才走到了岸边 所以说他们这个背着重装备 然后还壁气从水里面往前进 其实这个困难度非常高 因为岛山的守军不足 山野也很快的派兵增援 因为不了解情况 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也就是分批增援 总计援兵分了三次过来 那每次援兵散岛的时候呢 国军因为有优势兵地 都佯装不支 向后撤退 那解放军向前追击的时候 两侧的扶兵在一起的杀出 所以可以分批的包围登陆的援军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援军基本上都被俘虏 被称为典型的岛屿殲灭战 那不过呢 山野的防攻过程 国军其实也是有一些的省失 当然不是说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时候守方变成是国军了 是 所以这样子会有一些优势的兵力 可以慢慢一口一口吃掉 对 战争有的时候 它最残酷的地方就在治疗 因为我们一下说的 在过去的战场 其实也都曾经发生过 并不是说这个国军特别怎么样的 这我们一定要先声明一下下 只是说在受反的时候 像王中王伯伯他认为 战争的残酷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才能够避免战争 因为不能说因为残酷 而弊堂残酷的本身 所以这个王中王伯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就是战场上非常残酷的事情 南日岛战斗到了10月13日 增远的解放军那个时候一度攻入了九龙山 67是225团的一位张炮连的连长 他那个时候带了一个牌 冲入了解放军的阵地 这一段的战斗在今年11月举行的 福连将军研讨会 他们出了一本论文期 里面刚好有一篇论文也提到了这一段 文章里面说 连长震完之后 各部官兵非常的愤慨 真心恐后 突入了共军的阵地 立刻解决了王底 除了救监之外 其他全部都被俘 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 是没办法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可是那个时候 在现场的王中伯伯他说 起泡连的士兵上去之后 他都不用枪去杀那些弃强兵 他们游戏 就是用十字枸 圆车 把那些家伙 都给他看起来泄恨 这个能做吗 这不能做 军人叫了掌 那个掌 那就是拼枪拼刺刀 这个打仗你就要狠 那你不逼他杀他 你就杀他 他之所以提到这一段 主要是战争杀红眼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形 他也很感慨 连长正弯 他们去附近村庄 买了一具的棺材 连长 那他放在棺材里面 没带回来 所以这个王中伯伯 他的战场印象 其实是非常的残酷 是 他其实并没有负责直接作战 对 那他这个王中伯伯到南日岛 他是要负责做什么 他是担任 类似像明士官这样子的工作 有点像阵战工作 所以被派完岛上是负责了解民情 拜访明家 同时呢 团长也要他去找明夫来搬运 那他因为有大陆的撤退经验 因为他后来是跟着十二兵团过来的 所以他知道这批人可能到最后都会被带走 因此特别的先跟团长说 要我找人可以 可是到时候我们要走的时候 这些人不要带走 随后呢 他又被派去处理共军的葫芦问题 人数大概有三十多人 因为保皇官呢 之前问 就是抓到了一批的葫芦 三十多人 那他们问话问了很久 都没有人回答 王中说 他去了之后呢 立刻走到这些葫芦群里面 找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带他到角落 问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口说话 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里面呢 有军官在其中 所以大家都不敢说 那于是呢 他就向保皇官建议 就把官兵分开 然后排队报数 每个人发号码牌 另外就是分开的审讯 那这样子呢 既不会遗漏 也不会重复 保皇官从善如流 后来他们的处理 忽虏的问题 在南日岛就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说就是 这个王中北北 他其实经验算是非常丰富 在战场上又有一些 集中生智的方法 去处理一些特别 可能之前插盘推演 没有推演到的这个环节 南日岛突击作战 它的围棋是三天 到了10月13日 空中飞来的一架清寒机 第三天应该整个的战争都结束了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 一架清寒机在上面盘旋 那当然就知道可能 是我们司令部派人的送命令 搬到那个飞机就投了一个红布包 而且在那个小降落山 我们的指挥官 王冠尼要扫着 王冠尼要马上就下命令 陆日的捕队 一个小时才退出风 南日岛战役 就基本上正式的宣告结束 那他还记得 因为自己找来了30多名的民夫 在船只即将离岸之前 他发现这些民夫都还在登陆艇上面 所以他就向连长报告 连长 我说那天我对船长的请求 已经他打赢了 我带他们去 结果我又带他们下船 从他们到沙滩 高市场从游边为家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 为什么 你不然三十几个家庭给你 他们都是生产利益 都要靠他吃饭的 你才是这个家庭 这个准业很重啊 总之呢经过了三天的激战 国军阵亡300多人 不过也有迷失12名的士兵 在岛上 华野走岛的部队大部分都牺牲 后来呢 增援的部队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正玩家被俘的 损失大概是1300人 完中婆婆说 他们回到了金门以后 后来先后举办了两次的万人宴 所以我们在前面提过 国共的这个岛屿争夺战 其实大家都是势在必得 虽然前面我们有交代 南日岛突击战是一场政治作战 可是看起来是很成功的 还可以就是两次的万人大聚餐 酒水随便你喝 可以想见了 当时的湖联 其实心情是很好的 可是呢 为什么会说 这是最后的一场胜利 其实柯远奔将军说 湖联选定南日岛与东山岛 最后选的是南日岛 原因是湖联 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有说 他原本是选定东山 作战计划成报之后 被周志柔徐培根批驳 原因是会动用到美国军援的散兵专备 再加上呢 共军那个时候在朝鲜半岛发动的秋季反击攻势 国军如果趁这个时间点发动作战的话 好像不太好 不太恰当 总之所以湖联后来就改选为南日岛 也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因为南日岛突击作战带了800多名的共辅回来 所以湖联队这个战果是满意的 甚至认为这一战我们打赢了 三天时间消灭了驻守 以及逐次增援而来的敌军总共六个赢 所以打得干脆利落 确实显示如果时机到来 我们进军福建 原则上将是敌败我胜 湖联甚至还讲 南日岛突击战之后呢 美国总统艾森豪在记者招待会上面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那艾森豪回答 临近中国大陆的岛屿游击队 由这个岛到那个岛 是极为普通的行动 所以这样看起来 达到这个国际上的宣传 不过我们也知道 南日岛突击战开始的时候呢 华也因为岛上的驻军少 他为了要征严 所以那时候紧急修建道路 这些也给了他很大的教训 所以他在短短的时间 他其实也把一些 可能会被突击的岛屿 那些沿海的道路 都做好准备 也就是很快的改善他的弱点 那至于福建这边呢 因为南日岛突击作战 虽然我国军这边 也显现出很多的问题 比如像是债居不足 通信不良 起起变响起等等 可是因为胜利来的 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很多的问题 并没有被彻底的检讨 所以到了1953年7月16日 也就是在 韩战天火牵制前的11天 国军发动了代号粉碎行动的 陆海空三期作战 目标就是东山岛 这次是真的要打东山的 总共投入了1万多人 那所有的问题呢 也几乎在这一次一次性的暴露 有大胜变产胜 我自己其实私底下问过的一些老兵 有参加过东山岛 几乎都是说惨败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 东山岛突击的战役 也蛮多老兵伯伯分享 那个当时的一些经验 所以其实从那个 还原这些史实来看 好像真的是如老兵伯伯所讲的 对 所以透过像这样的故事 就可以知道说 那次的作战成果是怎么样 这一次东山岛突击战呢 蝴蝶没有等到部队完全的撤退回来 在18日的那天晚上 他已经自行处分 因为师出无功 而且他还自我检讨 主要是犯了战胜不复的这种大错误 也就是每一次战争 胜利的状况还有原因 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等于是自己过分的轻敌 所以其实胡连 他的这个转念也转得非常快 所以马上也做出了检讨 对 东山岛战役呢 那个时候报纸虽然说是大吉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是产胜 或者说是输的 那经过东山岛战役之后呢 蒋介石知道 反攻大陆基本上是没有希望 那再加上航战结束 西方公司也彻底了金门 东南沿海呢 重新变成了解放军的主要焦点 那国军在这里也快的就失去了战争主动权 后来呢虽然蒋介石还是有心要搞 国关计划等等 可是终究并没有去真正的实现 所以这次突击南日岛啊 在游击队他被捧的这么高 后来可是好像消退的非常快 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游击队是由谁来领导 谁来主导 我们知道就是韩战爆发 美国西方公司他在成立之初呢 保密局的局长毛仁凤啊 那个时候就与蒋经国在征 这个对美情报合作的主导权 后来毛仁凤他说服了蒋宋美林 都透过了孔令坎 也就是孔二小姐向美方游说 把蒋经国排除在此案之外 之后呢蒋经国几次到沿海岛屿去市场 发现到游击队的纪律很快 希望加以整顿 可是又怕说多了被人家说你在多管闲事 为什么会说这个游击队是纪律败坏 主要是没有经费 就只好靠劫掠也就是当海盗来维生 或者说登陆大陆的这些沿海地区 就抢了一些东西就回来 那这个原因呢主要是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没钱却又招募游击队来卖命 那蝴蝶呢他为了要养兵也搞海上走私 而且有办法从香港钓经里 招募留完的前国军来当海上游击队 那等到东山岛战役之后 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出来 军事评论员张有化 他去年有一本书叫做刀锋战将 他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这本书里面写说 政府后来开始整编海上游击队 有些位移金门的地方武力呢 都被优先的调到东营岛出手 有的人甚至于长年在东营岛 就是搞得百病重生 因为那边比较私人 老了之后呢要来台定居 因为他们都只有兵级没有户级 显示蒋介石呢 对批的部队并不是那么的放心 这个是一个不能说的公开秘密 我们从这一集的一开始 老台还有说到海上游击队冲上南日岛 是喊着领袖万岁 是 结果最后是有点凄惨 因为蛮落魄被发配到这个海江 那这也蛮像在抗战胜利之后 政府把一些游离的部队都裁掉 或是枕边的这种状态 东南岛屿争夺战 有关游击队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琐碎的 虽然在南日岛突击战打得不错 国防部总政治部呢 也发行一本宣传册子 南日岛 只有提到游击队怎么样英勇 可是时空都变了 就像浮连在金门依旧的这本书里面说的 西方人都认为胜利就是真理 但你如果不再胜利 比如说像是东山岛没有打赢 那真理就不会站在你这边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美军找国军帮忙 从东南沿海去签制解放军 老台也很爱讲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不过我们想要讲的是以古见经 老台把它兜在一起 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相似 会不断不断的在重演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南兵独武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直取一飘影 结合军事 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外 在底下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交流 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哦 欢迎观众们利用下载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五星级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盘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